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存安 大家好我是荣丁 大家好我是文昌 上次我们是不是有提到布偶在来回政大的时候会有晃动的情况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好像大家有提了一下晃动的意义是什么 上一次我是觉得速度越大晃越大 所以晃动跟速度有关 那你们两位觉得呢 可是他真的跟速度有关吗 我总觉得怪怪的 但是又好像说不大上来 那就是胃疑啦 那大家就随便乱臭啊 是不是 可是你讲到速度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弹簧来回剪斜运动的时候 好像有提过速度哪些点它的速度比较快 哪些点它的速度比较慢 有印象吗 是两端的速度最慢 中间速度最快 两端速度比较慢 中间比较快 那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晃动跟速度的连结 是不是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对 怪怪的 因为两端是晃最大 可是两端速度最慢 就跟我之前讲的不一样 对啊 你看公车在刹车的时候也会晃啊 可是速度越来越慢 所以是不是跟速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晃动 不关了 那到底跟什么东西有关 你们觉得 所以那是跟它的速度差嘛 所以就是加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之前有学过吧 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个东西的加速度快或慢 那就一样用打点了 可是要看相邻两段的位移差 相邻两段的位移差 所以我们要把它点打出来 那今天因为这个没办法用打点 我们就把它秒点 用慢动作把它秒点 像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秒点 秒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 有不一样的位移了 好 那现在各位手上 似乎都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然后上面都已经有 换好这个点的分布情况 那请各位拿手上的笔还有尺 你可以做一下测量 或者是标记一下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中间附近 还有在两端附近 到底哪一段它的加速度比较大 比较小 那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好 那大家来做一下分析 好 那我们三分钟后 再来看看大家的结果 好 现在开始哦 好 大家现在画的差不多了吗 诶 理由都分析了差不多了吗 好 那它翻面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它翻面给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现在画的差不多了吗 好 大家互相看一下 诶 我觉得 诶 崇倩好像写的比较 诶 лин簡一点 然后我请崇倩先说明一下 好 其实我也没有用尺量 啦 我就觉得随便看一下 就是这一段很明显 这一段的位移跟这一段的位移的差很大 然后看到中间的时候 這兩段的位移差已經幾乎為零了 所以很明顯就是這邊的加速度比較小 然後這邊的加速度比較大 那文昌呢 我是有用詞去量它的距離 那中間這兩段就是4.5跟4.5 所以它的距離差是零 所以當然它的加速度就是零 那旁邊這邊就很明顯 那它距離差很大 所以相對它的加速度也就大 OK 那最後 黃斌 像我就是有把它量出來 然後照著算式算一下 像第一段的位移差是1.6-0.6是一公分 第二段位移差是2.5-1.6是0.9公分 所以它的位移差是減少的 所以加速度漸減 然後從端點然後到中間的時候 位移差變為零 加速度也變為零 所以它的加速度是越來越小的 對 所以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加速度其實是在兩端是比較大還是小 兩端比較大 然後中間是比較小的 是不是跟我們晃動的情況 剛好是可以做對比的 剛好對應的 好 所以我們回頭再整理一下 減弦運動它之前有什麼特性呢 是不是有這些特性 第一個就是左右對稱 然後會有周期性 速度的部分呢 兩端它的速度比較慢 但是中間的速度比較快 那今天我們又學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加速度是兩端的加速度最大 可是中間的加速度最小 是不是又多了一線特性了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學了這件事情 大家都OK嗎 都OK喔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囉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